一碗狂掉146分的德华心态已经爆炸 最后一局竟然遇到两个队友吵起来了 儒雅少年遇到这种事立马精神抖擦 化身脚屎棍掺和进去用爱融化他们 结束后甚至开房间要为两人分个对错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让咱们一起来看看 学了一手童年的韩信 德华又误了 直接交出四杠时的豪华数据 遭到左右护法的狠狠嘲笑 打法也是被春虫虫否决 鱼脸一拉 立马让春虫虫披挂上阵展示自舞 本该是一场教学局 没想到却被双C给抢走了风头 学习童年打法抓对抗路 过完中线海悦直接去上 而貂蝉则是来到野区帮忙提升打野速度 当海悦已经出现在摄服脸上时 貂蝉点了一个进攻信号 被海悦消耗一波状态后 摄服两人惨遭莫子收割 送出双杀 正因为这一波为两人后续的争吵埋下了伏笔 芈月处于优势线 达摩归缩塔下让春虫虫找不到任何机会 只能继续刷 看到马超将独手伸向貂蝉 春虫虫立马制止 替代貂蝉扛下所有 任由马超随意消耗 海悦过来一个闪现直接拖进七度空间 小孩子哪进得住这般折腾 左右横跳把花里胡哨演绎得淋漓尽致 好在有貂蝉相伴 黄泉路上并不孤单 野区被一扫而空 零比四天崩开局输了就要晋级一千八百 预约仔也是担心春虫虫组分不保 此时空白踏入直播间 让春虫虫抓住了救命稻草 结果手机刚刷完一波野区 上路二人组再次惨遭双杀 中单开始出言鼓励人才社府 空白下路配合芈月想要抓一波 结果被打磨一拳壁咚 三段位移溜得飞快 极限保住小命 而另一边的貂蝉也是被对面抓到 前期直接让马超拿到四个头 这还怎么玩 野区也是全面沦陷 刚要补波中线海悦又是一个闪现过来 两人进入小黑屋甜蜜交流 先下手围墙 残血打满血一套无缝连击 差点拿下单杀已经彻底尽力 哇 差一点 对 死了 死了就更好地更有时间地调射 对 漂亮 全对 随着下路芈月被抓 最后一点优势也是彻底崩溃 孙善香和貂蝉两人的争执 没有一刻停止 而空白还想操作 结果惨遭辅助吊打 海悦过来又是一个闪拉 他上次都是闪现拉的 大家都来了 大事已去 孙善香还在不停鼓励貂蝉 貂蝉开卖予以回击 他懒得鸟你啊 出地分 队友骂起来 队友骂起来 你去他不可以自己菜吗 出地分你不能用尾巴吗 出地分你不能用尾巴吗 孩子 走迷你 狗币有点太搞笑了 你不是两毛八娃 加尾巴巴吗 你出地分 你有啊 你有吗 对 好好吵 这些动机去吧 打1399去吧 你玩什么王总要啊 哥们 两人吵得火热 操作还在继续 海悦拉进去一个孙病 空白还等着守株待兔 看到达摩卫移过来 立马上前碰瓷 原地瞬移回拳 开开心心加入吃瓜大军 德华接过手机 开始赶化队友 说游戏就说游戏 谁在骂家人 争论可以不要吵架行不行 要有数字的争论 强势复活后 水晶已经岌岌可危 德华极限施展二一横扫打出林伤害强势陨落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水晶又被狠狠拿下 只有倒霉但敏玥看得最清楚 这把匹配到了四个人才 一屋子人发挥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牢牢保住全场前世民的好成绩 只不过双四的风头太过耀眼 德华加入小黑屋 两人开始还在互相鼓励 还没来得及劝说就被踢了出去 随后再次进入了房间 德华正要为两人评评理 结果中单被禁言了 怎么就被禁言了 太明 这要是咱们打游戏一定要数字 就是数字